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躲在饭店喝酒庆祝 然后避而不见 脸书都不公告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开始要讲说 我们就来罢免张善政好了 这种操作让人家觉得说 难道这个新竹桃园 就是本来你民进党要拿下来的县市 被人家拿走之后 不开心先打完高宏安再来打一下张善政吗 所以你看林俊仙讲法 其实正常上班上课也没什么啦 那参加这个国庆酒会 喝点小酒也没什么啦 只是两件事情互相催化 就一股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 那这两天我们不是也看到 蔡英文也在脸书上面 不是还说 这一个飘洋在台北天空的巨幅国旗 大家都看到了吗 奇怪了 你们自己民进党可以提国庆 别人不能提国庆 而且国庆又不是办在今天 就今天正常上班上课 也不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这个酒会是昨天晚间的事情 这样都可以拿来 跨时空也要来骂也要来酸 那其实现在大家更在意的是这一个 又有一个实质转型出现了 原来莱猪都到我们肚子里了 这事情这样大家听得很讶异 今天包含了中时联合 都是用头版消息在告诉大家 习产地这个美猪告诉我们 标示上面都变成了加拿大猪 英国猪 然后桃园的卫生局 人家不放台风家很认真做事 桃园卫生局查获了 这个新兴冷冻食品跟瑞腾国际 把这个美猪变成了 餐餐这个加拿大的猪肉 然后制成了火锅肉片 改产地直接改成加拿大 所以9万公斤现在美猪洗产地之后 已经流入市面 追不回 所以这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蔡政府 你不是以前跟我们讲的都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还有什么猪肉仪表版什么的吗 我们看了李彦秀讲法是说 食药鼠你之前还坚决的表示 美猪进口的比例很低 所以难以在市面上找得到 根本不可能洗产地 结果不到半年 马上打脸 现在美猪变成了加拿大猪 变成了英国猪 现在难道是物标吗 还是切肉这个动作 这样子还是薄片薄片的这样切 就是一种食指转型 切过去之后 变成了别的国家生产的猪 这今天在争笑 就是把我们台湾人到底在当什么 所以肉商讲说 没有办法 洗产地就是因为标美猪就没有人买 那民众更是很怒 现在讲说 我们都已经看了这一个产地了 难道现在产地都不能相信了吗 现在所有的鸡蛋也好 猪肉也好 任何的产地 你都不要相信它 你最好是不要吃最好 那我们都已经选择不买美猪 结果最后还是吃到 以前蔡英文告诉我们什么 我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吃美猪 对没强迫 那用骗的可以吗 我们还是吃到了美猪 那再来猪肉仪表版 说什么资讯全都漏 然后结果都告诉我们 零零零零零 然后就用这种别的方式 让我们吃下肚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也必须要遵循国际的标准 来处理美猪的进口 但是并不是说你进口美猪 我就强迫你一定要吃美猪 它在市场上 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要吃 在市场上我们也想要不吃 但是我们就是会吃到 它就是会鱼木混猪 到其他的地方 真的是鱼木混猪 这个猪 所以讲起来真的很愤怒 陈吉仲以前告诉我们说 就像是猪吃这个来季 就像人吃保健食品一样 这样的陈吉仲哪里有缘 现在还要说什么 还成吉仲一个公道 我们萊猪都吃下肚了 那你蔡英文以前告诉我们说 我们吞了萊猪 就可以加入CPTPP 有很大的优势 哪一个兑现了 都没有一个兑现 那所以就是 讲了半天 反正我们就是乖乖吃萊猪 不要多废话 那你看 好 现在鸡蛋的问题 5400万颗进口蛋 6周内销毁 怎么销毁呢 农业部讲说 这个5400颗蛋 不是都是来自巴西 那这个9月27号到期的3000 这个到期的蛋 也不是3000多颗 是120万到130万 不是什么3000万颗要销毁 那他们也会公开招标 又是这几个关键字 请专业的这个序勤 然后奋堆肥 共同处理的一些 处理厂来清运 然后由专人监控 然后再用堆肥的方式 来把它销毁处理 反正就是又一笔钱 那你看 林北好游事件之后 几个人复活了 比方说像吴英宁 他还痛诉 就说同一套假戏别演 他跟你又在云木混珠 你吴英宁自己的工作能力 或者是你的 你的实质上的能力 被人家质疑 这才是最大重点吧 我们来听听看 之前为什么我们质疑他 财务报表您看不看得懂 我有认真在学习 我来自产地 我对农业有很大的热情 然后我也有 我也有学习的 我也有学习的心 然后我也有自信 可以在这个工作上 把事情做好 民众在吃的香蕉 有分成两种 分别是哪两种 请回答 是芭蕉跟一般的 香蕉不是芭蕉 所以就是你自己都一直 表现成这250万来实习的状况 所以大家才质疑你嘛 你现在好像看到林北好游当成台阶下了 就说这几年都是被林北好游抹黑的 但是你自己能力不足 难道也是林北好游害的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陈吉仲 现在人家喊说要给他还一个公道 说不分区要第一名 莱猪我们这样子吃 还要给他不分区第一名 可是音系现在里面 可能有一些不开心的声音 因为本来是陈时中跟庄瑞熊 也要排在这个不分区第一名 那这样子怎么排呢 他们自己音系内部可能还要 赶紧的就是来处理一下 那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喊出这个 就是因为 昨天这个赖清德有公布出来 不分区提名小组成员有七人 包含陈建仁 卓榮泰 何美月 然后康玉成 然后廖福特 陶一芬 就是反正各派系 可能都有一些混杂在里面的人 那所以音系要赶快讲 要赶快抢名额 所以必须得要在这个时间点 赶快又抛出这样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强哥 我觉得今年的关键字 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混 混蛋的混 为什么呢 我跟他讲我最近在跑流感疫苗师打 每个礼都在跑 我跟你讲你知道 现在今年流感疫苗师 大家问后语是什么你知道吗 有高端吗 这是高端吗 高端我不打 我遇到上百个民众跟我问 真的我这样跑了十几场 到处都这样 然后你就看里长不断的拿来 跟他们说我们今天不是高端 我们今天不是高端 不要担心不是高端 然后有民众就跟我讲说 你确定不是高端 我说上面标是写国光 这标还是因为蒋万安争取来 为什么呢 因为卫福不是不准你告诉人家 里面打的是什么 你说到现场拆封以后才能知道 开盲盒 后来是什么 蒋万安就下令 我不管反正就是要公布 所以他才有这个牌子说是什么疫苗 民众政府就打算混 可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从这个题目开始切记 你知道民众就我都跟他讲说 牌子上写的是国光疫苗了 你知道民众怎么跟我讲吗 这个混蛋政府 进口蛋都可以骗你是台湾蛋 直接标成台湾蛋 罗志强你跟我讲 你有办法保证 今天他会不会是高端疫苗 混冲国光疫苗 我跟大家讲 我当然是应该是不至于 可是你叫我去帮这个政府背书 我也无法背书 来了 这个所谓民众口中的混蛋政府 只混蛋而已吗 莱猪一样混 对不对 搞了半天我们吵了这两年都说 莱猪在哪里 通通通通通找不到 对不对 找了半天找不到 明明进来一大堆一大堆 一直进一进 市面上你就是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消极会抽查一件都查不到 好了原来是什么 变成加拿大猪 变成英国猪 有的变成直接实质转型 变成台湾猪 通通进到你的肚子里去了 那我就要回头是讲 当初说 民进党我是直接跟民进党 是有在辩论这个莱猪进口的 对民党当时很多的人 包括那个吴思瑶 对不对 包括什么那个蔡世印 对不对 包括这个蔡奇昌 我们护航莱猪三大将 对不对 当时被民意这个 所有人这个众怒所指 后来民进党发展出一套理论 奇怪了 我又没有逼你一定要吃 不是吗 我进来以后 你今天要吃美猪就吃 你要吃来猪就吃 你不吃也可以选择不吃 蔡英文讲的 也可以选择不吃 问题来了 他给你选择权 他没有给你选择权 我们除了说今天发现这个厂商 洗产地 我跟大家讲 前面还有 前面还有猪羊变色你都忘了吗 对不对 你猪羊肉原来结果是猪肉混沖 还包括今天前面那个所谓的国君 也吃了一堆洗产地的美猪 所以回头就讲 这个政府就民众口中的混蛋政府 为什么不是骂他 混蛋就是混沖蛋 一样要混沖猪肉 那我说你这样的话 真的民众没有人相信你民养政府 连打个疫苗都不相信你今天是国光疫苗 你看这公信力败坏到什么程度 民无信不利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府人民都已经不再相信了 还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吗 我们来问一下旺哲 是 我看到猪的这个消息 其实心里满紧张 因为我本身满爱吃火锅的 看到说现在有火锅肉片已经流落到市面上 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肉的品质是怎么样 它的来源是哪里的时候 很紧张 尤其我们喜欢吃这些小火锅 你也不会知道说这个商家的肉 它是从哪里来的 很有可能就是从这边流落出去 这有没有可能 这当然有可能 所以现在看到说 这个萊豬现在也洗产地 这个真的是让人家人神共愤 如果你说政府有明确标示 让消费者去选择 那没话讲 你今天真的要去吃 那你就继续去买 OK 没问题 他也知道这是萊豬 他就去买 那OK 可是问题是 不想吃萊豬的民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才是重点 我今天不想吃萊豬 可是市面上没有告诉我说 哪些是真的是来自台湾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有选择了 对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完全就是一场空 当时孙仑昌在立法院怎么讲 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丢猪大肠 什么样都要捍卫这个萊豬要进口 当然说什么 我们进口萊豬是为了我们要进CPTPP 可是两年过去了 我们有进吗 完全没有 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 到底我们这两年做了些什么 那时候政府到处贴什么 台湾出了标识怎么样 说什么 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吃到这些东西 可是问题来了 这些业者现在已经 偷天换日改商标的这个情况 发生了15万公斤 刚刚传出说台中市有找到80家的业者 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感觉好像全台已经深陷到 当年的萊豬风波里面 可是政府有没有负责的样子 好像看不到 还是继续忠实 对 现在包括了陈其中寝职之后 整个农业部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一样 打电话过去好像记得 打电话过去也没能会接 然后官员也支支吾吾的不敢讲真话 因为上面没有交代 你怎么讲真话 可是我跟你讲 猪肉跟蛋是台湾民众 几乎每天都必须要吃的 你去菜市场看 猪肉摊商永远是生意最好的 蛋商永远是生意最好的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消费者可能在今天开始 会开始恐慌 我去菜市场 我妈妈我爸爸去菜市场买菜 看到猪肉摊 他们第一句会先问 这个是美猪 是萊豬吗 但问完答案你也不见得相信 搞不好连摊商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可能还有更上游的 已经在变造过 可是问题来了 这样的食安风波 对台湾的民众健康 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了 过去大家都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吃 还有萊剂的任何食品 因为大家会对身体会造成影响 尤其是这个猪的内脏的部分 这里面是毒素最多的部分 台湾人又很喜欢吃内脏 像猪肝 猪肺等等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这是所有民众所担心的问题 所以政府真的好好想办法 把这些疑虑好好地理清下来 让民众安心能够吃个好饭 这才是重点 好 来 请教惠恩哥 这个高端的流感疫苗 大概占1分之1左右 如果大家都像刚刚强哥讲的 不想打高端 谁来打高端 因为已经买了 买了这个60几万剂 那谁打 始终的 那就是由蔡总统 賴副总统 高嘉瑜 你们之前打高端疫苗的 高端的流感疫苗 你们就顺便处理一下 就是让民进党朋友去处理 刚刚翟軒提到说 吴英宁的年薪250万 是248万 不可以把人家加2万 就是248万 把他加这2万就翟軒你出好了 明明就是248万 而且他现在是立委候选人 说不定100天之后 罗志强当选立委 吴英宁搞不好也当选立委 这谁知道 所以观众朋友是这样就说 你看标美租没有人会买 我问大家 你有看到有人标美牛吗 我这样每天在外面吃饭 我也没看到 就是说强调说我这一摊 是美国牛肉 那美国猪肉有人洗产地 美国牛肉没有人洗 那美国牛肉跑去哪里 所以不是只有蛋在洗产地 猪肉也在洗 还有什么没在洗的 就原来台湾的食品安全的标示 都是假的 那这怎么办 所以刚刚说要还陈吉宗公道 让他去当 我还是推荐陈吉宗当副总统会比较好 这2020的国民党的不分区 第一批的名单 当时强哥非常的不开心 强哥就找了国民党一些改革 拍的终身带 跑去中央党部前面 静坐一个晚上 然后当时的党主席 吴敦一受到压力说 大家都这样子这么骂 好了 那我 我同你讲我来改一下名单 就改了第二波的名单出来 改了第二波的名单 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国民党的这些不分区立委 这是第二波名单 然后罗志强他们就离开了 改第二波名单他们就走了 好 那我请问大家 后来罗志强他们勉强 同意的这个第二波的 国民党现在的这些不分区立委 表现大家满意吗 三年多的你满意吗 好 所以刚刚宅宣讲说 民进党的这个什么所谓的 提名委会出来 我也很期待 因为这个月就是十月 这个国民党的不分区提名 也会跑出来 当然不会有罗志强 因为罗志强在选区立委 但是如果名单不漂亮的话 请罗志强带我们再去抗議 我没有要去 罗志强你在找原办人 什么游淑慧 什么王鸿威 我那边都有资料 在11点名 你再去看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变成是 沦为派系在分赃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因为这个名单它是不用选的 你看罗志强最近为什么变瘦 他就每天去送车 早上去送车 然后一大早什么 追垃圾车什么累得要死 可是不分区是不用的 不分区只要准备好足够的诚意 提前来建 就有可能挤入安全名单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有人很认真的选 有人走后门就可以去 就跟吴云宁一样 吴云宁说他从事农业的 这些工作什么的 很多人 林佳心不是也是吗 全台湾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务农 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当 北农的总经理 因为你爸是国策顾问 因为你的老师是陈其重 这种有关系有门路的人 人家自然有不分区可以做 有这北农总经理可以做 这个东西官朋友们来看 这个月会公布 蓝绿的不分区名单 到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谁是真的真材实料 谁是走后门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不记得了 吃饭 吃饭 这个节奏 这团队 不是 在你们選enti